多亏了那个牛儿 牛儿救了我 现在马鞍的局势确实很紧张 我看 我们还是尽快离开马鞍吧 不 不管怎么样 马鞍的任务一定要完成 可是你现在身上有伤 留在城里不安全 这点伤不算什么 就算是死 我们一定要把任务完成 去我家吧 你家 对 既然一定要留在马鞍 正在当院就是最安全的 我 我行 何况由我照顾你 你的商业好得快一点 可是秀营同志 别争了 拼我的 牛儿 牛儿 醒醒 哎呀 喊啥喊呢 我刚跟凤进了桃树林 啥还没干呢 就让你喊醒 你可真行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情做美梦呢 哎 傻乎乎的 也不知道凤看上你什么了 小子没事了吧 没事了 谢谢你啊 谢啥 我牛儿做人也有自己的规矩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你救过我的命 我欠你的情 人情债是一定要还的 尤其是女人 大小姐 要是没啥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 哎 你回哪儿啊 成家晚啊 出来这么长时间 连个屁声都没有 傅儿该急死了 你现在不能回去 为啥 傅儿还在家等着我呢 你是孕育出来的 警察署的人会那么轻易放过你吗 你现在回去很危险 脑袋掉了都得回去 我们是夫妻 是过一辈子的 脑袋掉了怎么过一辈子 不是按照你的意思 我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是吧 至少暂时不能回去 你现在是我们的同志 要服从我们的安排 大小姐啊 我已经帮你们同过志了 现在你是不是应该放我回去 跟我媳妇同个志啊 我说了你现在回去很危险 点天灯危不危险 我牛皱过眉头吗 我是站着撒尿的爷们 不是那种放屁都不敢出声的娘们 长牛同志 别叫我同志 我不是你们同志 连个媳妇都不让钱同鬼个志 可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同志了 我后悔了行不行啊 我求求你们把我当个屁放了 行不行啊 不行 爹 娘 事情就是这样 我是怕你们着急 我不敢说 对不起 放了 你找郑天峰救牛 那不是找黄虎狼救鸡吗 啊 现在郑家 连吃了牛的心都有啊 爹 能走阳观道 谁愿意过渡牧桥呢 我这不是没办法吗 再说 郑家大少爷和那个警察署的段署长真的是同学 他也缺失帮了忙 牛被放出来了 人呢 我儿子呢 对呀 你应该回来了 你该不会是空口白话地糊弄我们吧 娘怎么会呢 他亲口告诉我的 秀云说得对 这种回去实在太危险了 娘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派人送你去厄东 那任我们的部队还有同志 他们可以保护你 当然了 你也可以参加红军 不干 我派人屁股走了 我心里他们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先到七里平去 我设法通知凤 如果可能的话 我会带他去看你 干啥让你带他去 我自己带他去不行啊 你还要我说多少回啊 你现在回去不请自己危险 还会连来凤跟你爹娘 披着个黑脸熊呢 这叫啥事呢 没时间了 你必须既开里开马安 到七里平去 我去安排一下 好 放心啊 你等等 你要是见着缝 你告诉他 我去同志 去革命了 你叫他一定要来找我 还有 他是我的人 我也是他的人 我们注定是要摔一辈子的 放心吧 牛就这样走了 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参加革命不是自愿的 是被逼上梁山 那时候他没啥觉悟 肚子里装得只有缝 让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 他这一步踏出去 竟然走出个天翻地覆 沧海桑田的变化来 大少爷 大少爷 程家晚那边有消息吗 没有 咱们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照理说 他应该先回去见缝啊 除非他知道 我们是在守株待兔 等着他自投罗网 没有那小子弄疼了老的 他可能不知道呢 除非有人提醒他 保护他 大少爷是说风 和牛人一起越狱的 还有一个人 那个人可是 货真价实的功臣呢 这些人怎么说 特别人 大少爷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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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伯父 胳膊怎么受伤了 碰伤的 碰伤的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我带他到后山去玩 结果这个书呆子 一不小心给撞石头上 都是读书的人 好端端的爬什么山呢 好玩嘛 江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了 我这个闺女啊 从小就不让人省心 你受苦了啊 伯母 这不怪秀云 都怪我自己不小心 那 江先生 你在哪儿告救啊 汗口交书 家里 都有什么人呢 我父母已经过世 现在我孤身一人 怪可怜的 那你们什么时候 娘 人家刚来你就问这问那的 人家还有伤呢 管家 老爷 你去收拾一间上好的客房 再找个医生过来 不用了 爹 有我照顾他呢 你就放心吧 小伯父 不太挨事了 那你们就看着办吧 这么热的天 感染了可不是好玩的 去吧 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栅埔 我们家很安全 你可以安心养伤了 我的伤不要紧 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尽快开展工作 许云 我们要承担 金刚山 求手起义的东风 在马鞍掀起 农民运动的新浪潮 马鞍包洞的工作 我们已经进行准备了 你还是先安心养伤 具体的事情由我去做 许云 你要小心 千万不要让白狗子 闻出什么味道来 知道了 我又不是孩子 你先谈会吧 对了 牛家那边的事情 要尽快安排 免得警察署的人提前下手 我这就设法通知凤 和两位老人 免得他们担心 好 你休息会吧 程将网还有我们的人吗 还有两个大少爷 其余的都是警察署的人 都叫他们回来 撤回来 大少爷 出什么事了吗 牛还没抓着呢 抓着这警察署的事 我们不操作 知道了 晚上我就到陈家晚 不是晚上 是现在 立刻 马上去 知道了 大少爷 大少爷 很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是谁啊 别装了 你是什么人自己能不知道吗 妹妹 如果没有爹给你们罩着 你会这么逍遥自在 你别说你听我把话说了 我不管你是红党还是白党 我也不管 成牛是死是活 你们要做什么怎么做都不要涉及到份 警察署是怎么对待红金家属的 我想你很清楚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一个残疾人我能干什么 妹妹啊 你记着 哥哥既是一个能烧香 同时也是一个能拆庙的人 份儿在我心里 永远是那株槐花树 谁要是让它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我会六亲不忍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妹夫还好吧 我听段书长说 和牛一块儿越异的还有一个人 而且受了伤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妹夫受的是千伤 我的话说完了 缝儿在亲情在 缝儿不在 所有人都别想好 我儿子呢 牛呢 你哑巴了 你说话呀 这都几天了 我说走 就是爬他也别爬回来了吧 灯婷 这或许 有什么变故吧 啥变故 靠着黄鼠狼救机的变故 凤儿啊 你跟我们说句实话 你找郑家大少爷 确实是 为了帮助救牛 是 可你们救回来的牛呢 这树有影 水有声 这活生成的一个大活人 他怎么一点想动都没有啊 啊 你干什么去啊 牛没回来 三天了 我也算听说 那个王八蛋断说让他骗了吗 牛不是被放出来的 是陶狱出来的 陶狱 对 陶狱 这样一来 他不是轰荡也是轰荡了 那你知道 他去哪儿了吗 有一点可以肯定 紫云香他是回不来了 因为这个地方的天不是红的是白的 他回来只有一死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没能帮上你 牛成了红党 你就是红党家属了 我担心那帮王八蛋不会放过你 你一定多加小心啊 我担心那帮王八蛋不会放过你 他解放过你 他解放我们的 是啊 可惜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救他 是因为你哥 他是个说的出做得到的人 修刑 他是不是已经猜出点什么了 他很聪明 会出卖我们吗 为了疯他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也就是说 为了我们的暴动计划 我们现在只能暂时听你哥哥的 而然疯去承受那些不该承受的痛苦 我是不是很残忍 不 不是残忍 是不得不做出的 牺牲 可是牛还等着跟疯团聚呢 革命是痛苦的 哥哥王家川的 王家川的 为什么残军啊 这些风机器吧 小东京的风机 还不让我上这儿呢 老湘 麻烦你到后面排下队好吗 哪儿这么多事 革不革命了 不革命我现在回去啊 老湘 你姓啥叫啥 牛 成牛 哪个成啊 成家晚的成 成家晚是哪个成 我哪知道去 你不识字啊 我要是认字的话我就不打猎了 我就当袖子去了 我长那么大一共就认识俩字 一个人一个天 其他的他们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们 那你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大哥 名字是用来叫的 不是用来写的 那你有冠名吗 啥叫冠名 就是大名 普名也行 他们都叫我牛王王算吗 行 老湘 那我问你 你为啥要参军啊 不是我愿意来的 是你们大小姐逼我来的 我欠那一份情 我想回去不让我回去 你为我愿意来呀 我们大小姐 还逼你 老湘 参加我们红军啊 是要自愿的 你放心啊 我吃不了你们几天粮食 我还得回家看我媳妇去呢 马排长 是我带他从马安来的 江泰班员特别嘱咐 他是有工之人 一定要留下来 好 陈佑同志 欢迎你参加红军 参加革命 好 陈佑同志 所有的枪托 紫紫顶着自己的头 手道一定要稳 留着他的劲 好吧 来 高点 稳住 高高山上 高高山上 一颗环 药 同志 你干什么你 大家都在训练的 你为什么不思想 我练啥呀 你说你练啥呀 你不需要射击 怎么当战士 怎么打敌啊 成佑 想当班长吗 不想 想回家看戏吗 有事 我想请道长指条道 我要找我男人 对不起啊 恐怕我帮不了你 可道长不是会掐天算地 未卜先知的吗 道长也是人 不是神仙 求求你了 道长 你就告诉我吧 我该上哪儿去找我男人 心里 心里 只要你心里有他 就什么都有了 道长 可我没法向我公婆交代啊 你能向你自己交代吗 我不知道 能向天地交代吗 这就够了 只要他心里有你 他就一定会来找你的 好心意呀 我到底是遭了什么孽呀 叫人家为什么这么作戒我呀 娘 你又是去做正事又不是去做贼 怎么是作戒你呢 不要叫我娘 我不是你娘 我不是你娘 你又走了 你自罪了 你回正家去吧 让你叫师娘 不让你叫也是娘 出去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出去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我担心 白狗子不会放过咱们 不过你们放心 我已经找好了地方 咱们离开这儿 离开成家晚 我不走 我哪儿也不去 娘 走也得走 不走也得走 我不能看着他们伤害你们 别动 别动 干什么 干什么 成牛呢 成牛是在哪儿 这话应该我问你们 不是你们把他抓走吗 把他们抓起来 凭什么抓人啊 姐 牛逃跑了 参加了共同 你们就是共党的家属 带走 走 走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抓人 他们是共党的家属 段首长 你搞错了吧 他们怎么可能是共党的家属呢 成牛参加了共产党 你说 他们算什么人啊 成牛是参加了共党 你们应该到他们家抓人才对啊 什么意思 凤跟牛早就一刀两断了 他现在是我的未婚妻 你可不要互端啊 那他们是什么人呢 他们是芬儿的爹娘 也是我未来的岳父岳母 他们是你的父母 他是你的未婚夫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你就实话实说了吧 阮署长 您都看到了 现在可以放人了吧 他们都是装活人家 没见过什么市民 可别把他们吓坏了 郑少爷 包庇共党可不是小事 可是要担责任 我用我的人头担保 放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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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兄 这次多谢段兄帮忙了 好 请坐 好 天风兄 天风兄 你太客气了 举手之劳而已啊 我这也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嘛 天风兄 你为了一个装虎女子 也算是机关算尽了 要想抓鸟就得变龙啊 要想捕鱼就得织网 可他现在已经是 旁人笼子里的鸟了 为了一个残花败流 知吗 他是我的 即使他变成了一具干尸 他还是我的 可他要是跑了呢 孙猴子再讲话 能逃出如来佛的首长吗 话是这么说 不过天风兄 还是要留点神才好 那个牛已经不是假公党 而是真公党 照规矩可是要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他妈的 到我们的地面来抢吃的 不想活了啊 给狗吃的吧 哎 阿姨 笑语贤村们 老子回来了 快 给韩爷找点吃的喝 哎呀 韩爷 好久没有犒劳我这个肚子了 快去 快点 没钱怎么钱啊 你们这帮兔崽子们 老子没钱了 你们这帮混蛋 老年了 该给你们钱了 你们这帮畜生啊 你们不管老子了 啊 哎呀 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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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喊我呀 给口吃的吧 我三天三夜 没吃东西了 我看你吃不吃 你就别耍笑我了 我现在已经这样了 别耍笑我 我腿怎么了 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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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你也太多了吧 老天爷都看不过眼了吧 是 是 我 我是混蛋 我知道 只有你能帮我 你人长得好 西洋好 给口吃的 不对吧 你不是有一帮 狐家虎威 狗杖人士的小兄弟吗 哎 你自己不也天天坑蒙拐骗吗 别提了 别提了 他们都跑了 全都他妈跑了 哎呀 现在呀 是谁有钱 谁威风 谁没钱就是孙子 我还在给人当孙子人家都不要了 不然 我现在已经成了废人了 可我还不想饿死 我还想活着 只有你能帮我 给口罐 你给我闭嘴 死破皮 都是你害了我们家牛 我没有 你还说没有 不是你害他 他怎么会被警察署抓走 我 我好好 是我 就是我 好吧 我混蛋 我是个畜生 畜生 畜生 行了 不 我就知道你能帮我 不 我不是帮你 我是帮我自己 帮 帮你自己 我现在和你一样 是走到哪儿 都不招人带电的臭骨头 爹 娘 我回来了 开门 娘 娘 娘 你已经不是成家的媳妇了 你走吧 娘 你把门开开 什么东西 爹 开门 娘 开门 开门 你这个婴生还不够臭是不是 我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傻丫头 这老陈老陈 这老陈家把你都修了 你已经不是他们家的儿媳妇了 爹 修不修的 谁说了都不算 脸牛说了才算 门 门 拿什么交租 拿什么虎口吗 你是不是想把你爹娘给气死啊 娘 人无第一时 地无人一年呢 行了 你走吧走吧 你这次走了 你就不要再回来 就当我从来都没有生过 你个笑话心闺女 娘 旁人这么说我也就算了 连你也这么说我 你是我娘 你是我亲娘 你都说去啥嘛 旁人信不过她闺女 咱做爹娘的 还能信不过自己女儿啊 风儿 你妈也是心急 她都是为你好 别往心里去 爹 娘 对不起 是我让你们丢脸了 是我 做了让你们伤心的事 对不起 为啥 我 Declar 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望谁 我望坏坏 继续开眼 我吩咐你的事都去做了吗 伟大少爷的话 家店们轮流看着呢 他们跑不了 这儿最近在干什么 白天呢烧炭卖炭 晚上还到陈家的田里干活 干的都不是女人干的活啊 我听说陈家把她给修了 有这么回事吗 是呀 可她照样没完没了地 帮着陈家干活啊 大伙都说她心眼没掌权 凤就是这么个人 别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还是见了棺材也不落泪 吩咐下去 以后缝的她全都买了 大少爷 凤跟咱家没关系了咱 知道了 我这儿就去吩咐厨子 照大少爷说的做 听说花子汉回来了 还和缝见过面 是 她是从县城里爬回来的 我也打听过了 她找缝呢 是为了掏口吃的 在紫云香 除了缝这样的湿线木头 没人肯搭理这个无赖 爹娘 我有个事跟您二老商量一样 说吧 我想把缝接回咱家里来住 接她干什么 我需要有人照顾 缝也需要有人关照 听说 一会儿参加了共产党 我担心有人会找她的麻烦 她现在又不是郑家的人 有什么麻烦关郑家什么事 是啊 照规矩 她这种女人 是不能再进郑家的门了 规矩倒是人定 我说能进就能进 不行 她在大庭广州面前 丢尽了咱们郑家的人 如果她再进郑家的话 那咱们郑家的脸面往哪儿放 这事没有商量 我没想跟你商量 我说能进就能进 她 elas 负荣 她相当于郑家的人 只有她生意 直接说算了 真的 来 他们把他当成了狐狸精 扫帚兴 连修书都写好了 否则要是跟这样的老人 长期生活在一起 早晚会被折磨死 做人要广积善德 江先生 您说对吗 这是大哥家自己的事情 我是外人 不便你差嘴 你怎么是外人的 你很快 就要成为我的妹夫了 多吃点 多谢大哥 你到底想干什么 妹妹 我们可是说好的 桃李各掌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你要折磨他到什么时候 我怎么就是折磨他了 我这是在帮助他 你知道警察叔 已经盯上他们家了 如果我不是及时赶到的话 他们一定会不牛的后尘 郑天封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敢打扰 封的生活 我对你不客气 这是妹妹该跟哥哥说的话吗 你已经不是我从前的哥哥了 当了共产党 就可以留情不认了 给你们看 你还是有赢 这个事 把事情都安排 你吃了 他必须相信 我都不敢 你就费了 一定会更合一 你 才这么清楚 这事 他必须 早就行 他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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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承 他不可能 早就知道 我 今天 人才能立即 小虎 他必须 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冷静 要不这样吧 我们先想办法把妮容她爹娘 转移出去 那缝呢 缝怎么办 缝 缝怎么办呢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暂时的牺牲也许会给她带来 长远的幸福